今天直播室請來了兩位物理治療專家 他們是來自優宜康物理治療的范姑娘和Mike Sir 剛剛廣告之前我和Mike Sir剛剛談到 如果在追簡門突出這件事發生後治療院 可能後期有甚麼方法可以繼續保持 不要再惡化或有幫助 Mike Sir 剛才你買了關子 現在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會聽到三個字 普拉提 我也聽過這個名字 其實是甚麼來的 普拉提其實是一種運動 但又不是一種運動 其實它是一個運動原則之下的運動 運動原則之下的運動 其實它是一個甚麼運動 其實它是一個平衡性的運動 平衡不是單單的運動 其實是肌肉內外的肌力平衡 骨頭與骨頭之間的平衡 所以剛才我提到追簡門突出的時候 其實當受傷後 就會形成前後肌肉的不平衡 我們就是用普拉提運動的原則之下 把它平均 就等於剛才我所說的 我們拿了一件衣服出來之後 其他衣服就會霸了空位 我們將其他三界之間 大家再平均的力量 對於康復者來說 就會更加容易接受到 聽起來很神奇 它都霸了那個位置 我們又不是用手拿進去 又不是做甚麼手術 是透過一些運動形式的運動 剛才你說的 可以去處理到 或者舒緩到這件事 可不可以詳細說 比如說要怎樣去學習 以及學習這件事 難不難 以及要多久才可以取得到 其實這個運動 普拉提也知道 其實我們都在這個康復教中 很廣泛應用 是 要我們一個患者 怎樣去練習普拉提的話 最重要其實就是 他要學懂甚麼叫做 放鬆 以及怎樣去平均用自己的力量 當然了 經常所說的是核心 其實核心就是整個 控制著整個脊椎的主要力量支柱 我們很多時候就是 很懂用腹肌 但是腹肌是不會流動 就是力量 變成反而更加把腰椎的部分加壓 簡單來說就是用錯力 沒錯 用錯力 而且他有很多力量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說 我都有做設置 但是為什麼我都很可能 會有這個追加門突出呢 就是因為他用力太猛烈 就是越做越碎 沒錯 其實普拉提是一個 由中大剛 剛中有柔 裡面的一種運動 所以變成對一些傷患的運動 或者對一些傷患的問題 但是他的處理能力 比其他一般性的運動高很多 但是要學習這個普拉提運動式的運動 當中的技巧會不會很難 或者是否都要一段時間才可以掌握到 其實可以這樣說 他是異學難證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普拉提運動 是一個運動 其實他是一段運動 但是他是一個有原則的運動 所以一定要明白原則是什麼 然後運動的話 就不會運動錯誤 可以具體一點告訴我們 例如普拉提的動作 通常都是建議大家做的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 行為上 都是很有普拉提的要求 譬如說 我們慢慢起床的時候 整個身體兩隻腳要很平均用力 或者拿東西的時候 都很留意自己整個身體的平衡感 這些其實都是普拉提所說的要求 我們就拿了瑜伽的簡單動作 做一個藍本 然後派一些普拉提原則的動作 當然因為在普拉提運動上 我們經常會看到 近來很多韓星都做一些 叫做普拉提核心床 就是reformer的動作 其實這些普拉提的reformer 因為有彈簧 彈簧能夠對身體有核心力量的刺激作用 變成能夠讓患者知道自己如何發力 所以剛才所說的 如何能夠讓受傷的部分 人們如何把力量拿出來 其實就是受到一個刺激 就是彈簧的刺激 而彈簧的刺激 你會發覺是很平均的 是很有張力的 這個就是普拉提裡面的特質 剛才范姑娘和Mike 都解釋得很清楚給我們聽 就是追加盤突出的成因 甚至之後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到它有舒緩的療效 我想問一下其實 物理治療這個空間越來越大 我又知道你們有些課程 其實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們中心的課程 我們中心就和歐洲體色能合辦不同的課程 是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我們講一下物理治療、職業治療、機箱證書課程 是 因為其實所有的人都會看醫生 又或者醫藥去幫他 另外復康很多時候會靠物理治療、職業治療 課程中可以令大家有初步的了解 或者有些同學想報讀海外的課程 也會很有興趣去學我們不同的治療技巧 我們可以看看這裡 課程中我們會著重實用性 有不同的治療儀器 又或者現在很多時候上門的服務很多 因為疫情底下 其實有很多是在家裏出不了街 他們的身體能力會變差 又或者去社區的時候有困難 所以很多家居需要訓練、服康 我們都會介紹到一些實用的用具 現在可以上來 我們原來生活很快樂 和新城廣播日限公司的Facebook專頁 你會看到現在真的很多不同款的儀器 你都會在課程中涵蓋到 教大家怎樣去用 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港地人手很有限 例如物理治療師是不夠的 我們就算是去到十年之後 可能都欠近五百個物理治療師 請不夠的時候 就唯有請物理治療助理 是 我們 是 是